各位朋友,你們看到遠方這一片烏雲 是我們非常期待的畫面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今天一整天我們這邊還是一樣 白天那個立頭啊,真的大小啊,無臭無小啊 那看到遠方呢,遠方的山區呢 已經開始有烏雲一整片的時候 就會非常期待下雨了 但是呢,現在我們就是在於那個 鹽熱跟涼爽中間這三明治的地帶 非常尷尬,但是沒關係 我們尷尬呢,還是有我們尷尬的做法 所以今天帶三寶來我們的 就是玉井的壘球場這邊 讓他們在樹下呢,好好的 像這樣子的散步 滿滿啊 欸,大家說你而已,你就跟我走他 好好好,那我們來找兜兜好了 那前幾天,因為我們的直播呢 都沒有玩到任何的丟接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兜兜非常非常的無奈 那昨天下午喔 昨天下午呢,直播結束呢 我跟洋蔥呢,有跑去我媽的那個 果園那邊偷幹了她的那個 種的那個九層塔 原因沒什麼 原因呢,只是因為 我晚上呢,我昨天晚上有做三杯的那個 三杯的魚皮跟三杯的那個 套丁 所以呢,有用到 那在我們去果園的那個同時呢 多多就自己一個人找了很多顆石頭 但是當下我沒有直播,所以各位不知道 她自己想玩 但是因為最近她都一直 眼神都會抱怨說她都沒有玩到球 所以呢,沒關係 今天呢,我們就讓我們多多來玩球了 好不好,多多去吧 唉唷,哇,草開始有點長了耶 所以呢,現在多多要找球也是有點難度的喔 好,多多,啊球球咧 快點 那今天喔,因為好熱熱喔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玩球球啦 好,就是非常的蝶子 哈哈 喔,就要放她啦 那當然啦,就是每一次呢 還是會免不...就是 不免其實真的每天每天喔 都還是會有一...就是有很多的那種 不理智的客人呢 就是硬要來凹 硬要來這邊呢 就是要讓狗狗出來接客什麼 然後自己喊著好熱好熱好熱 快要熱死了 為什麼狗狗都不出來 今天又有了 喔,真的每天都有 真的每天都有新鮮事 但是呢,我還是不願其煩的在這邊 就算大家覺得很膩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一定要再講一下 就是呢,因為就是 以防有一些人沒聽到 就是現在天氣非常熱 所以呢,我們狗狗是不接客的 各位,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呢 聽到呢,麻煩請把它記在心裡面 來店裡呢,可以買芒果乾 但是呢,我們狗狗呢,是讓他們休息的 所以呢,如果想要看狗狗的話呢 請在秋冬比較涼爽的季節呢 再來找他們 這樣會比較... 你舒服他們也舒服 將心比心一點 好,講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再一直講下去 不然沒事 感覺好像每一場直播都是在宣導這個 我怕大家也都聽到膩了 哈哈 那我有邀請 我有請我們那個 設計團隊 那個柯肯公司那邊呢 幫我們做了幾張那個 宣導的那個貼紙 就是關於說什麼 工作室內景物拍照啦 然後那個 狗狗休假啦 庫熱啦 狗狗休假中的那個牌子呢 海報呢,都已經做了 就是到時候呢,把整... 我就想說先貼幾張好了 如果還有人看不懂呢 我就把整間店都貼滿 我們的招牌全部都換成狗狗休假中 就是你看不到靈環報 就是狗狗不在 狗狗休假中 這樣子,超帥的 整間店都把它貼滿 這樣感覺也是一種裝置藝術 蠻帥的 阿我們的舅舅勒 你看 你看 其實像現在這個天氣剛剛好 有點涼 因為感覺快下雨了 但是在還沒有這個天氣之前 今天的中午啊 早上那個真的是熱到爆炸 那個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中暑 但是如果說是這麼樣的比例的話 狗狗他們出來一定也是會中暑 而且 所有的客人呢 基本上呢 大家基本上都是喜歡狗狗的 我相信 所以你們才會來這邊 想要來 前幾條條來這邊想要看一下狗 那可能你們也忽略了我們之前 有公告過的那個 的資訊 所以 也是 我覺得還是 我都還是會在跟你們宣導 欸 多多要來抓 多多你的球勒 我剛剛丟了球勒 我公園 我都忘記我球丟哪裡了 而且草那麼長 啊 然後呢 就是 主要是說因為 很多朋友呢 他們來就是要看狗狗嘛 但是狗狗呢 因為 就是你們看到的是他們 你們會覺得很開心 耶 我看到三隻狗了 我看到一隻狗了 怎麼沒有兩隻 怎麼只有一隻 怎麼只有兩隻 怎麼只有三隻好了耶 排在一起 但是呢 對狗狗來講 你們只是一組客人而已 他們要面對的是千千萬萬個你們耶 所以 大家都說 為什麼出來狗狗臉那麼臭 為什麼狗狗都不看鏡頭 為什麼狗狗都不怎麼樣 當然啦 因為 他們根本沒有 你將心比心嘛 如果你今天 你看到一個 一個 看到一個偶像好了 好開心喔 但是那個偶像 可能他要面對好幾千萬個你 那種 他們不可能 還是會保持笑容的 那到後面一定是臭臉的啊 這非常非常的正常喔 所以呢 很多客人都會來 都會說 為什麼 我只是拍個照而已 我當然知道你只是拍個照 只是說 每一個人都只是拍個照啊 但是狗狗他就要面對每一個人的拍照 那變成說 他們 你只是一個要求 但是他要聽的是一千倍 一萬倍的要求 他們要面對的是這麼多的 要求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就會造成極大的負擔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還是不願其煩 在這邊再講一下 那因為我的直播呢 我還是會 欸 我的直播呢 還是會分享到YouTube上 因為也還是有一些 YouTube上的朋友呢 他們比較少會看我們 連環泡這邊的 粉絲團的直播 所以呢 我 我就是直接在 這個影片呢 也是會在YouTube上 直接跟各位分享 所以呢 如果有YouTube的朋友看到呢 也是 也是歡迎各位 就是 相信比心一下 如果說 想要來獄景吃芒果冰 然後買芒果 吃芒果乾 當然非常歡迎 但是呢 如果說你們在暑假 在還沒有天冷之前 現在這種炎熱的天氣 計畫要來獄景 計畫來獄景看狗狗的朋友呢 麻煩喔 就是請你們打消這些浪漫的念頭 因為現在你們來的時候 狗狗他們都在休息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非常的簡單 就是 雖然大家會覺得很煩 但是我還是 還是再提一下 就是 多講有多一點機會 我就少講一點了 不然的話 我現在每天呢 只要到店裡呢 每一組客人 我都要再重複的跟每一組客人解釋 好 狗狗在休息了 每一組客人都一樣 所以 講到我自己都會背了 可能我連說夢話都在講這個吧 好 那就會是 不只是狗狗累了 連我也超累的 所以呢 大家心心好 簡單講就這樣子 那 如果你們最喜歡看狗狗的話呢 歡迎到 到我們的粉絲團 或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看 因為 在上面的話呢 狗狗才比較 你們看到的那個樣子 才是 你們想看的樣子 但是你們來店裡呢 看到狗狗的樣子 絕對不會是你們想要的樣子 因為狗狗他們絕對不會對你笑臉 他們臉都很臭 就是這樣子 那私底下呢 如果說你們看到的 之前那些影片 咬巴巴啦 幹嘛之類的 那些是 他們私底下很 很放鬆的時候呢 我給他們錄的 但是你們來絕對不會看到這種畫面的 所以呢 基本上 不一定就是要在這個季節來喔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真的 臉都超臭的 每一隻都一樣 可能連我自己的臉 我都會變得很臭了 因為我每一個人都要解釋一次喔 真的還蠻累的 好啦 都都沒有人要跟你玩這個了 沒有人要跟你玩這個了 快點 快點喔 現在只有笑笑 對啊 就是 其實最近喔 真的 我覺得我還是要多講一點 因為 因為我多講一點的話 我以後可能就可以少講一點 當然也是希望 更多的朋友可以聽到 就是 關於我狗狗他們的需求 真的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每天每天 到現在每天都還是會有 一樣的問題 真的不誇張喔 如果說你們有 有人想來我們這邊當公讀生的話 當志工 站在門口幫我解釋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真的 每一個客人 都不知道狗狗 狗狗不接客 都不知道 每一個客人都會在那邊 啊怎麼沒有狗狗 啊狗狗咧 啊出來一隻 怎麼 不是有三隻嗎 然後就是 每天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那你就要 我就要一個一個 跟各位解釋 那當然有的 態度不好的 我當然 臉也不會 臉色也不會很好看啊 但是呢 如果說基本上是 比較有禮貌 我都會 跟他們抱歉說 不好意思 請你們冬天再過來 因為狗狗真的是 啊 啊 啊你看我現在講什麼 多多呢 他眼裡只有他的球了 大大過來 大大 過來 多多的球在我這邊啊 多多呢 剛剛現在在找的是 他指定的石頭 但是他石頭呢 他在挖的同時 你看他的蛋 哈哈哈哈 他的蛋還在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多多 多多 你尾巴也在咬耶 哈哈 我們這狗小孩來了 那狗小孩喔 現在要加入其中了 好 一起挖啊一起挖啊 大大 我跟你講 大大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只是 到老淚就是跟著多多來 你看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個性就是這樣子 就是 像多多知道裡面是什麼 阿多大大呢 就是那種 看到多多 進去中山 或者是看到九九在幹嘛 他就會湊過來 頭上永遠都是溫號 哈哈 因為他不知道 他沒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不大知道 別人到底在想什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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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樣 你知道多多現在在幹嘛嗎 哈哈 你知道多多現在在幹嘛嗎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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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們 還是他們現在溝通啊 他們現在在溝通 多多跟他講說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大大 你看好大大也是 哈哈 那各位有發現喔 我們大大喔 毛開始長出來了 前一陣子我覺得大大怪怪呢 好有粉 有那個網友呢 有截圖給我看 就是 之前那個 大大的去年的照片 跟今年的影片的照片 好就是 真的有差 是因為大大的那個胸毛 脖子這一塊的毛 啊 吊 你在對人背衫 你知道裡面有什麼嗎 哈哈 大大現在跟著人家講 哈哈 他的那個脖子的毛呢 因為換毛的關係 掉光 啊 然後就長得怪怪的 然後現在呢 大大的毛又長出來了 開始喔 開始又有型男可愛的樣子囉 齁 就是這樣 好啦多多 沒有啦 那顆石頭你放棄啦 哈哈 你看他這樣挖啊 他那個蛋喔 哇 甩蛋耶各位 齁 甩得非常的蛋喔 哈哈 來 快捏 小小 小小 過來 哇這樹下 蚊子好多 啊大大耶 大大 你要跟人家幹嘛 大大也在挖 哈哈 哈哈 真的 如果你們知道他們的個性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們現在的舉動 非常的愚蠢好笑 啊就是 多多很忙啊 多多啊 多多你這樣挖了 喔你不要挖到 還挖到跌倒 然後就是 剛剛 新進來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剛剛呢就是 多多呢自己玩球 我把球丟來這邊 然後那個球掉到那個鉤子裡面 大大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是走過來看到多多在挖東西 他覺得裡面好像有好玩的東西 他就挖 但是我如果說他今天可以講話 我直接訪問他 我會問說 欸 林靜大先生請問一下 裡面 你知道現在在幹嘛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裡面應該是有什麼東西 不然他為什麼一直挖 然後大大的想法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 跟著人家湊熱鬧一起挖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一個白 一個聰明的 跟一個白癡的路人 哈哈 那 怎麼樣 那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哈哈 他完全不知道 他只是 他只是想 想要湊在一角 就是 湊個熱鬧 然後在這邊 然後呢看人家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 唉 我也要 我也要 好 其實 大概是這 哈哈哈哈 大大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啊 現在在那邊 喔 欸 你看 喔 喔 哇小力一點 噴到我了 噴到我了 來 欸 來 你又倒露一點 快 阿 給你兒子說一下,這裡有什麼東西 大大,大大你挖小力一點喔 大大豁出去了耶 大大聽到我剛剛這樣子吉他,他可能有點不爽 他決定要把那個東西挖出來 但是其實說真的,大大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只有多多知道裡面是石頭 還有大家知道裡面是石頭而已 你看多多一直伸手要去把那個石頭勾出來 大大放棄了,你看,就是這樣子 這種人就是這樣子,你看到沒有,你看到沒有 哪邊有好玩就往哪邊走了 他就完全不堅持了 剛剛明明還很堅持,還在這邊 假裝好,有餐餘感在那邊挖 你看現在在中山 看爸爸那邊好像有好聞的,他就跑過去了 完全不像我們多多 哈哈哈哈 來,多多,多多 好好好好 你知道嗎 來,我跟你講,你的石頭在這裡對不對 你的石頭在這裡對不對 你想要的是 等一下,這裡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小石頭 這裡有一顆大石頭 我現在拿這一顆小石頭出來 是這一顆嗎 欸,是這一顆嗎 蛤 不是,不是這一顆 不是這一顆 是這一顆 哎呀,等一下啦,不要下去啦 我在歐啦 再一顆 喔喔喔喔喔喔,抱走了 我們多多抱走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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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多 準備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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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夭壽喔喔 蛤 就是這樣子 我們多多的對他石頭的堅持 真的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蛤 蛤 好了,那我大概今天也是跟各位直播 稍微簡單一點就好了 到這邊就好了 這個球呢,他都不玩 他只要玩那個 只要玩薯頭 蛤 來,多多我跟你講 你這顆石頭真的太大顆了 來,來,我跟你說 我把它放到這裡面 哎唷 掉進去了 偷偷 怎麼辦 蛤 來來,我們在這邊等一下 等一下呢,會有一個仙女出來 他會問你說這個是金石頭 還是銀石頭 你告訴他說你釣的不是金石頭 也不是銀石頭 你告訴他你釣的是鑽石 好,快點 蛤 蛤 我們發財就靠這一拖了 好不好 蛤 在這邊等一下 蛤好不好 小孩也來了 絆大大來 快到老站 快 我們一起來等 蛤 那個歐型腿來了 那個笨蛋來了 蛤 哎呦笨蛋 哪裡哪裡 你看 他現在還不知道 什麼 什麼 感覺喔 他現在完全不知道喔 怎麼樣 我們在等這個 我們在等仙女 快點 你看那個笨蛋還要挖 他根本不知道 石頭已經拿出來了 所以你看他就是嚢嚢 他完全不知道 石頭已經拿出來了耶 他現在還在挖 你看 所以他真的是完全完全全 不知道 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看人家多多都知道石頭在這個裡面了 他現在還在狀況外 他現在還在狀況外 其實沒東西 你完全不知道這個洞裡面有什麼對不對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 石頭在這個洞裡面 沒有在這個洞裡面了 大大 你可以聽人說話 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看多多人家多多還知道要在這邊等仙女 我們大大完全不知道 他就在這個洞口裡面等 你在等什麼 你在等一個機會嗎 沒有了沒有了 你人生沒有機會 你頭上那個問號越來越大了 好不好 沒有了啦 龔君仔 沒東西了啦 他 很忙耶 大大 你知道這個洞裡面有什麼嗎 你完全不知道對不對 好了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喔 就稍微呢 跟各位直播到這邊 我們 我被大家笑得很慘 好那 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 就是 還是請大家 老會員朋友呢 聽久了 還是多包容一下 就是之後呢 我還是會陸陸續續再 盡量的宣傳一下 因為 還是要讓多一點客人呢 聽得到 好 那如果沒聽到沒關係 就是如果 你有些朋友要來預警 看狗狗的計畫 就如果你知道的 也麻煩幫我 跟你朋友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狗狗都是在休息的狀態 那 希望可以的話呢 比較美麗的方式就是 留著寒假 留著冬天的時候 比較涼爽的時候 你舒服 他們也舒服 這個狀態是最美麗的 就是彼此這樣互相一下 OK 好啦 那今天喔 其實就 就跟各位直播到這邊 感謝所有我們 連環報的 那個粉絲團的朋友 所有的好會員 還有我們YouTube的 YouTube頻道的 所有的 觀眾朋友們 感謝你們的收看 好那 今天呢 就直播到這邊了 那 大大 真的太好笑了 哈哈 那如果你們沒有看到 那個大大剛剛好像 白癡的經過呢 麻煩呢 這個直播結束 你們可以直接 直接按重播收看 好 感謝各位收看 再見 拜拜